这几年的生活物价 我们来算一下 大学生毕业 大家都可以看到 2万2 2万3 那你假如说一个月 一个礼拜4000 一个月就1万6了 我请问他怎么过日子 这是我的算法 在国外有一种算法就是 一定要 你让孩子要懂得金钱的计算 他的那个水电 我没有算到 我不知道 他也没讲 那我想说2000块 是五天的吃饭钱 早餐100 中餐100 晚餐200 400块 他也没有告诉我说 他要做 因为他住校 他也没有每天通车 可是他住 好 我想去 他住校 那你怎么外食 你是要出去买还是你 他要出去买 出去买 所以他是不是说学校里面的 因为学校里面如果有餐厅的 物价跟外面是不一样 所以他是要出来买的 但是学校餐厅就是学生都很多嘛 所以你必须得排队 然后就有时候你不一定排得到 然后再加上 我住的地方其实没有饮水机 然后我是一个很爱喝水的人 所以我必须 就是一个礼拜最少要去买个 你知道7 或者是全家最大桶的那种水 我一个礼拜可以买到6罐 好多 讲真的以我自己 我本身一位女性的食量 我自己在外面点个路边餐 有时候都会破200 但是如果要跟同学去吃饭 吃一个套餐什么的 可能就三四百四五百都有可能 对啊 对啊 100块钱被加强 我知道他平常在 读大学的时候 寒暑假有去打工 而且过年他会有红包 很多长辈给他的红包 这些钱他都要自己存起来 那以补他这个平常的开销 那我这个只是算饭钱 我只有算饭钱 其他的你要告诉我 我才会给你 你没有说 我当然就当作没听到 因为你不告诉我 我就觉得你够用就好了 儿子的感情观念 让小亮更好着急 教女朋友是个人际关系的建立 才懂得如何对女生温柔体贴 我就不希望我的孩子 跟我一样是大人主义 因为时代不一样 这个时代大人主义是 这个不受欢迎的 有时候教女朋友 你还要陪她干嘛 你也是要付出一些时间跟金钱 而且到我宿舍 然后她在喝你的水 你也想想 你不再要陪她 不会啦 食物水多重 这个还好 对啊 就是不要当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好坚强喔 真的喔 她都不跟我沟通 我也不晓得你到底要做什么 而且我不知道 喝水到外面去买 在我的认知里面 买水喝其实很浪费的 对 第一个不环保 对 你那个瓶子都是塑胶 都是要丢掉的 不环保 而且水很贵 我的观念里面 从我以前在家里就是 煮开水 自己煮 煮完了就自己喝 水哪里要花钱 可是她的 她喝的水量可能来不及煮 她一定会 大概三四千细细 给她回去煮 是买六个热水 大户 因为你要等它冷你知道吗 因为它那边就只有小小的一个 我已经从900ml的水壶 换到3000ml的水壶 天啊 我还是不够喝 3000我可以喝一个礼拜 你是挺苦的 我半天就结束了 没有啦 我有跟她在沟通这件事 我说不然我给她装一个浸水器 在她的室内 真的 这样也比较快 我不晓得她喝水是要去到碗里买 她今天不说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他到大学都毕业了这位大哥 他讀完四年了你知道吗 他毕业了 我不晓得他外面是买学的 所以你看他已经长大了 我们这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真的 不过他儿子毕业了